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浩 又來到9月9日的時間 昨天就播出了我和羅冠聰的對談 下個星期日也會同樣時間 播出和他對談的第二部份 希望大家敬請密切關注 今天繼續和大家說美國大選好不好 希望大家 留言、讚、分享、訂閱、Youtube、Patreon 看完廣告和看完影片 利用Superdance的功能去支持贊助本人 我今集儘量短一點 因為待會也要趕行程 Trump 的問題 即Trump 遇到的問題 我想是相當嚴峻 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 他被司法的武器化的制裁 即是這樣的政治的迫害甚囂塵削 美國司法部紐約南區STNY的首席 發言人Nikolas Byers 他就是近日陷入輿論的風波 一段有undercover的reporters 就是臥底記者 秘密拍線的影片曝光 披露 這個比亞斯 Nikolas Byers 他在私人場合對起訴前總統 Trump 的檢察官們 表示強烈不滿 這個可以告訴大家 他們是清心直說 而他們有利有折 這樣說出來 有理由 有根據 這樣說出來 紐約郵報 《紐約Post》的報道 比亞斯 在與知名播客 Podcast的播客主持人 Steven Crowder旗下的馬克杯 俱樂部 馬克克勒 臥底成員的多次談話中 嚴遲批評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 Alvin Bragg等人 直指針對Trump 的案件 嘔曲司法 並且同批檢察官的行為 出以政治動機 這個說法 竟然得出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報導中指出 比亞斯的言論 揭示了部分司法部門 官員對Trump 案件的質疑 反映了美國社會 在Donald Trump案件上的嚴重分歧 支持Trump的人士認為 這些案件 是民主黨對Trump的政治迫害 反對Trump的人士認為 Trump必須為他行為負起法律責任 比亞斯在影片中表示 布拉格 Alvin Bragg 這個真是很出名的 一個檢察官 他負責對於 我記得Trump的這個 掩口廢案 是他的主催者 Alvin Bragg堆疊罪名 而且重新排出事實 只是為了一件案件 成立 即是用廣東話說的 初原禁片 將東西 完全扭曲了時間空間位置 之後 其實是Fabrication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他還批評紐約州的總檢察長 詹諾夏 Laticia James 提出的民事詐欺案 即是詐騙案 即是Frault 說紐約的每個房地產商人 都做過和Donald Trump做過的事情 一模一樣 為何專程針對他呢 而且這些民事的詐騙案 其實你問回所有的merchant的事情 有很多的businessman 其實個個都很多 都已經有類似的經驗 而這是不是就是詐騙呢 本身是個大問題 對於Georgia 即是喬治亞州 富爾頓郡 Fulton County地區檢察官 威利斯 Fanny Villis 在密謀 是以密謀推翻2020年大選的罪名起訴 Donald Trump 比亞斯就更加直言不諱地批評 是對司法的嘲弄 整件事都吐心的 現在影片的社群媒體瘋傳之後 比亞斯將紐約郵報解釋 他當時只是剛剛認識那位女性 並試圖透過這些言論 取悅和討好他 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最近才注意到一段影片 我影片中很遺憾地 在私人和社交場合 發表了一些言論 這些言論並不反映 我對兩起地方和州級訴訟的看法 基本上他真心誠意 就是他的這樣的想法 我相信也不是討好某一位女性才這樣說 只不過被人記錄了 播出來 其實涉及到什麼呢 司法部門內的內鬥 他自己這個地方復遠 他不希望這個地方 被這些上級長官 搞到他投閒資產 然後試圖毀於一旦 所以這個 比亞斯也相當不勇敢 他不敢去直言 這就是我的看法 他說這個不反映我的看法 只是私人說的 私人說的正好就是反映你真實的看法 所以他看到當時和現在 他面對到的司法的壓力 是多麼嚴重 官僚壓力是多麼嚴重 當然他說言論不反映 我對兩起地方和州級訴訟的看法 他當作公務員 作為一個檢察官 當然不適合發表 認令那些檢察官 調查案件的看法 這些私人長的事情 只不過是他的意見 OK 他沒有說 他是收回他的言論 他只是說 不反應對那兩件事的看法 意思就是說 我不予置評 這件事的話 就是他私人言論 被人秘密偷錄之後 將他播出來 或者得他的同意錄了 但不同意他播出來的情況之下 被播出來 這個情況也都相當 令人知道他真心誠意 可見很多人 人同此 心同此 但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檢察官 所以這件事 他不適合發表一些任何的評論 但他私底下的評論 竟然被人公開地挖出來 其實他心裡都受震驚 和覺得很可怕 比亞斯的言論人份外界 對他是否能夠公正 執行職務的質疑 目前還不清楚 美國司法部 會不會對比亞斯的行為 展開調查 即是會不會對他 展開內部的批鬥 根據多家美國 保守派的媒體披露 比亞斯點名的布拉格 就是左派大金主 金融巨惡 George Soros 即是索羅斯 支持當選的 美國幾位大城市的檢察官 儘管索羅斯恥口否認 曾經捐款的 Evan Brad 但一些共和黨的人指出 索羅斯多年是使用的方式 是捐款給那些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 再由這些組織分派 給他支持的 自由派候選人 可見這個深層政府 後面的金主 包括George Soros 在內 是幾樣利用這些 不同的層層疊疊的結構 來專門將他自己的身份 責任 完全推得一竿二正 這個就是深層政府 或者叫華爾街集團 後面在美國 如何去操控政治 這麼多年的一種做法 幾多的詐騙 幾多的誘惑 幾多的打壓 迫害 脅迫 強暴 都在裡面發生 這件事是必須要好好清理的 所以我就說 特朗普 他就不是這個成員之一 變成了 他有比較大的可能 去清理到有關的事 OK 那我們看一看其他的報道 美國的海軍部長 就是挺拜登 亦都是大罵特朗普的 這個地方 亦都覺得是很有問題 我會覺得這個做法 是違反行政中立的禁令 對於這些事 為什麼那些左派的媒體 不去大肆報道呢 美國海軍部長 戴道羅 1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專訪的時候 公開為美國總統拜登 競選連任去辯護 並且批評共和黨總統口署人 Donald Trump 被聯邦特別檢察官辦公室 認定違反哈奇法案 H Act的政治活動禁令 哈奇法案 目的是規範聯邦公務員的政治活動 禁止他們公眾場 身為直行的時候 從事政治活動 或者以任何方式 官方的身份 是用官方的身份 從事政治活動 更加不得徵求 或接受政治的捐款 即使好像海軍部長 這些政治任命官員 也必須嚴格遵守有關協定 如果我們說法治 那它是否違反法治呢 美國軍事新聞網站 提出質疑 剛剛是特朗普不符合美國的核心價值觀 其實它才不符合核心價值觀 你怎麼可以在 它可以左派右派 但不可以身為海軍部長 去公開表達這樣的看法 它真的不符合 它就表示 美國人民會支持拜登 連任 繼續維護自由民主國家的地位 現在拜登不連任了 那是不是沒有地位呢 拜登死了又撐這個 Harris 是不是正是民主黨 才是維護自由民主國家的地位呢 這位戴道羅 這位要搞清楚 這位人兄 記住了 認住他的英文名 Carloes del Toro Carloes del Toro 這個肯定是不知所謂 戴道羅 但是對於Trump可能連任 他直言是擔憂的 因為Trump不符合美國的傳統價值觀 包括保護自由 和維護民主 他說當你遇到一個 不符合這些核心原則的人時候 你就會懷疑 是不是應該支持這個人 我就說 你根本上是失心風 不斷是將Trump 讚美習近平的說話 或者對金制的評論 完全視為 take it literally 我覺得你根本上不知道 這個遊戲是怎樣去玩的 接著不斷把他比喻為獨裁者 試問 2016至2020年 哪一分是獨裁者呢 他有沒有拆位於美國憲法的框架 打破違憲審查制度 結束民主選舉 自稱領袖 統治這個國家 如何發誓 如何去歧視黑人 如何歧視女性 如何歧視環保分子 或者很莫名其妙 即是各位 如果大家用這樣的幫助 Drum to Trump Give me examples 不要在這裡空言 說話 特別檢察官 Hampton Delinger 就是德林格 表示 帶到樓前往英國前演出 參加過至少三個簡報 明確說明哈奇法案 Head Act的嚴格規定 因此這次行為顯然是刻意為規 即是他已經簡報過你 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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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依然說 即是Deliberately Violation of Law Deliberately Violation of Law Deliberately Violated the Law 德林格表示 尤其令人擔憂 因為戴杜羅的誠意 軍事工作和黨派政治 不應混淆 正如他今年 7月所說過的 就是 我們必須記住 海軍部是一個非政治性機構 公眾信任和信心 也都取決於這個地方 戴杜羅的律師 Michael Bromwich 便稱戴杜羅是對問題的回答 而不是事先準備好的講話 言論屬於自發 而且未經過預先策劃的性質 就是spontaneous and unpremeditated nature 即是沒有心思熟慮的情況 是即興的 即使在英國接受英國媒體採訪 並沒有正確顯示 任何美國選民出席 或知識這番言論 各位 你的廢話都爆 我想這個律師跟著 不知所謂 英國接受英國媒體採訪 我在台灣也知道 怎麼可能沒有證據顯示 任何美國選民出席或知識這些言論呢 簡直是實甚奉 這個網絡的世界 科技的世界 AI的世界 然而 OSC的調查員 並未採訊布羅姆維奇 即是這一位垃圾律師 Michael Bromwich的說法 因為 戴杜羅的說法 並非完全無心之禍 而且拒絕為違規行為負責 原來OSC更加不滿 至少 也有天地有正氣 美國也有 OSC 把守著重要的 執牌工作 報道陳述 美國總統將會決定 是否對戴杜羅 採取任何的懲戒措施 交給美國總統決定 你想想拜登會不會採取措施 This is the catch OK 所以我想這件事是很離譜的 亦都是 這一點 如果拜登肯去對他做採取好師 我才會覺得奇怪 OK 這次事件再次突顯了聯邦公務員 在政治活動上的敏感性 以及哈奇法案的重要性 是要 Whiter Than White Cleaner Than Clean 美國海軍部長 Sec Navy 簡稱Sec Navy 是美國海軍部的文職首長 負責海軍和陸戰隊 USMC 兩個重要的軍種的所有事務 Navy Marines 重要的事務 這個職位是自1798年 設立以來 經歷了多次的變革 1947年之後 成為國防部長的下屬職位 海軍部長由美國總統提名 經參議院抗刑 並無固定任期 可見這件事 必須要再次搞清楚 大家知道在這些地方 美國政府有很多波濤洶湧的事 但我們更加需要強調 我們之前說過的一件案件 就是涉及到胡蕭 和這個所謂的孫文 身為這個美國紐約州長後鶴 Catty Horcher的前華裔庫莫寮長的孫文 Linda Sun 以及其中�丈夫 enough 9月3日被FBI逮捕 因為她被指担任中國政府 以及中共的代理人 而事实上纽约州如今可以说是陷入多市之州 这些左派执政的州份 尤其是民主党执政的州份 陷入非常多的移民 纽约市长 这个不是州了 是city 州是整个州 在纽约很大 首富是Albany 但真正的市 最大的Metropolitan 就是纽约 纽约市 纽约市的市长 阿当斯 Eric Adams 在2021年竞选的时候 以此收下土耳其资金 检方也展开调查 证明 无保不落 贪男成性 整班贪狼 来做政治人的时候 是多么可怕 那是不是美国个个都丑气分天呢 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性 哪个国家都一样 但美国胜在有 基本的言论自由 媒体自由 新闻自由 独立司法 司法当然有一定的武器化的问题 有腐蚀的问题 但不可以跟中国 北韩 伊朗 俄罗斯来比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据美联社AP的报道 美国联邦检察官近来 已经向纽约市长 阿当斯和他的竞选团队 市政府发出传票 对2021年的竞选过程调查 纽约市政府 也在8月15日晚间证实 他们确实在7月收到检方的传票 了解传票内容的匿名知情人士透露 检方传票要求提供阿当斯当日的行程安排 海外的旅行状况 和土耳其的潜在联系资讯等等 阿当斯和竞选团队委任导师强调 他们已经向联邦检察官提供大量的证据 其中证明试图起诉市长的想法 完全站不住 即是上下的无罪证据 今天据了解 检方最初的调查行动 在去年11月对外公开 当时阿当斯的手机和平板电脑被扣拆 竞选筹款人的住处都被搜索 尽管检察官一直闭口不讲案情 但有消息自出 检方正在追查阿当斯竞选团队 是不是和土耳其当局公贸取得非法的政治献金 同时检方也要求阿当斯一方 提供纽约市居民小额捐款的处理情况 并调查阿当斯过去担任纽约市长布鲁克林区区长 不是市长 是布鲁克林区区长的时候 是否帮土耳其政府打开方便之末 将曼哈顿一处有消防安全而类的建密 开放使用 对于这些案情的发展 FBI和联邦检察官都不愿说明 因为政策不公开 Eric Adams也强调他绝对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 自己和团队完全配合电查 至于曼哈顿建密的事件 他当时只是帮助选民 土耳其又要居民联络消防专员 并没有指示对方要怎么做的 希望撇清所有的责任 当然 中国在这个时间 继续张牙舞爪的 美国准备向加贫提供 非洲的国家 去提供经济和安全的换作方案 试图阻止中国在这个具有战略地位的中非国家 加贫这个中非国家 去建立了军事基地 所以中国不单止 在2017年 在吉布迪 即是吉布提 撤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而且他想做第二个据点 就是 加贫 这个是位于非洲之国 握手了 红海进入印度洋的 烟喉管道 刚刚去吉布提 当时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印度洋地区投射军力的担忧 报道引述知识人士表示 美国计划提供500万美金的资金 支持加贫的民主转型 并为这个国家特种部队提供训练 即是今天 你有张良界 我又过长梯 你敢去挖角 我都给更多的钱 给加贫去做事 其实这件事对于美国极不利 因为你这样去斗法的话 价值会越来越高 而之后扎干美国的钱 所以中国现在做的方式 你不加入 你不加入 我脱了它 你加入 我脱 我使你 民穷才俊 民不疗生 将你国富的钱不断去drain out 那怎样能够更有效 这样对付这些问题呢 可能要透过更加 好的方式 一个字 吓 怎样吓 自己想一想 所以说拜登 搞外交 拜登搞政治 It's stupid 世界上三类人 我经常都说你要避免的 贪心的人 鬼的人 就是奸的人 还有 蠢的人 蠢的人 其实你以为 他没有什么道德问题 事实上恶性最大 因为他会不自觉在你身边 浮沸浸浸浸浸浸 购买美金 给家瓶 带你 玩show hand 你show的几个铺 非洲几十个国家 你逐个show show到你民穷才俊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的军事机 一个大胆 砰 给了一张照片给习近平看 射死了 第二张照片 你老婆在摇尿 这才是威风 什么叫客 客 你一元都不敢出 你敢给家瓶一元 你不用跟美国做半个penny的生意 你收皮中国 这么对 脱欧脱链 打败中国 才是一直以来已经做的事 软软弱弱 以为尤人有余 基辛格 所谓的 妥协外交 即是换来 招头烂牙 据称美国这个说法 是为了反却中国在家瓶大西洋 沿岸建立 军事设置的计划 那么 之前吉布提是红海 的管道 是地中海去到 印度洋的 孔道 管道 这个家瓶 是中非的 面向大西洋的 这个甚至无 中国现在还比正华下西洋 不用派大监 杂猪头 不是太监 是猪头 去到家瓶 建立一个 大西洋沿岸的军事基地 而美国官员认为这个设施 可能是迈向永久性军事基地的第一步 一定要将它炸毁 还要看它 起得那么少 拍了卫生照片 它搞定的时候 一下 中国花钱之后 你不要不是花钱之前 花钱之后 一下炸毁它 你够胆就打美国 你够胆打台湾 邦北京 杂猪头到哪里 跟到哪里 打到哪里 消息人士透露 这个方案正在制定中 预计将会加瓶总统 Brice Clautier Oligui Nuema 因古马 就在九月底 或者十月初 访问美国时 公布 这个加瓶将会获得美国的援助 保护他的国家公园 加强和西维吉尼亚州 即是West Virginia 西维吉尼亚州 国民警卫队的联系 部署雷达追踪 非法报业活动 即是美国说 家鹏 你跟我 你不要跟他 我给钱你 不是他收皮 我觉得美国不需要给钱 你收皮 不是的 你有难 这样就搞定 尽管白宫发言人 表示 美国政策并非针对其他国家 但美国副国务卿 Claut Campbell 亦都表示 在七月系统 这个 因古马的会晤中警告 任何中国的军事训练 设施 都可能成为他永久存在的先兆 就好像吉布提的情况一样 在这个之前 中国和加瓶 在九月六号 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台里面 居行了会晤 中国和加瓶之间有着 勞固外加关系 而习诸头表示 今年两国建交50周年 尽管 双方未公开提及军事合作 但外界长期以来 一直猜测 中国有意在加瓶建立 这个军事节施 去年四月 两国将关系提前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当时中国表示 中国军队愿意 和加瓶在各方面 建立合作 提升两国关系 维护和平 那我们就 有人打电话来 所以我们稍后 之后再和大家做节目 再和大家做节目 好